好 不过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 很多台股接下来的走势 然后可能还要等国际大环境 有非常多变数 但是要告诉大家 在过去一段时间 你这个投资很多的台股 你说科技股 面临到很大的压力 然后你要各式各样的股票 你说要存股的 连护国神山都跌给你看 这么样波动的市场 我们到底哪里才是避风港 大家就说 你过去一段时间 如果你跟巴菲特爷爷一样 投资能源相关的话 你应该很safe 所以我们赶快请到艳丽姐 在我们来看到 这么样波动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就好好扣基金 扣那种能源相关 资源相关 其实真的很安全对不对 对 应该这么说 其实今年以来 真的是古载都大跌的一个情况 偏偏发生了无二战争 然后现在第四季 又是一个用有的一个旺季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今年以来坦白说 不管是境内境外的基金 绩效都不太好 但是有一类基金 就是刚刚治愈主持人讲的 这个能源基金 今年以来 绩效还是逆势的上涨12% 主要是因为能源基金 就跟油价的走势息息相关 对 今年以来 油价的走势还15% 对 所以我想这个 毕竟能源基金 它算是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商品 对 会鼓励大家 我们当做定期定额就好了 那其他的市场的话 分别大概都跌了十几到二十几% 比较辛苦的 比较辛苦的就是 中国市场跟大中华 其实是类似的概念 对 台股也很惨啊 今年 连第三季的GDP都不敢交出来 我是说这个中国 对 所以我想接下来它的经济 是逆风的一个情况 是 那台股基金资金都往 一个族群里头去 当做避风港 就是高股息 那高股息的产品 包括价值型股票的基金 跌幅当然也是有啦 可是相对抗跌 大概是跌十几% 那相较于上柜的股票型的基金 还有中盖的股票型基金 大概是26到3成之间的跌幅 算是跌比较重 好 这时候观众朋友就问我说 哎呦 我们银牌 事实上我上次来 志愿的节目的时候 我有教大家 我们要微笑曲线 对不对 现在微笑曲线走到 左半边的下半部了 所以要坚持 定期定额扣款 不中断 好基金我们要抱住 什么叫做好基金 就是抗跌领涨 也就是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它相对抗跌 当大盘好的时候 它涨更多 哪几党呢 事实上蛮多的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 这五党好了 以定期定额五年的绩效 当做一个比较的话 如果是0050 五年定期定额的投报率 大概是15% 也不错了 对 那我今天在这个表上面 大家可以截图的 这五党 定期定额的投报率 大概都是 30 40%到70几% 当然每一党的状况不太一样 但是我想 相对于大盘 相对于其他的同类型基金 给它按个赞 好不好 真的很不错 对 那其实讲完了基金之后 很多的观众朋友 就会说 那其实基金下单完之后 因为像我自己 我也买了很多股票 我也买了很多ETF 对 那有些人会比较搞不清楚 就是 那我的资产配置上面 要怎么样做调整 对 那这时候我觉得 如果说大家有下载比较好用的工具 跟APP的话 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但我自己的经验也是 因为买很多不同的基金公司的基金嘛 然后你每一次要看那个净值的时候 你就要点到每一个基金公司个别的网站 然后你这个东看看 去这个元纳看看 去国泰看看 然后又去哪边看一看 东看西看 然后你都已经自己要用笔记录下来 但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盘很波动的时候 我们来找一个好工具 刚刚干脆搞好工具 然后把你所有的资产 全部把它并到一起 你就很方便一目了然 对不对 没错 这个就是吉保一手掌握APP 那很简单 大家就去跟券商来申请 是 好 那透过这个APP 你可以了解你所有的资产 包括我刚刚说的 就是股票基金ETF 那这个APP非常好用 这个页面长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它页面就这样 它就告诉你说我的资产 然后它帮你算一个总资产 然后下面 你有哪一些基金 或者是股票资产 银行资产 就全部会 通通帮你归纳在这里 对 我们先来看基金 你点选基金基金资产 就可以知道 解决至于刚刚的烦恼 对 我那很烦恼 你到底买了多少档的基金 对不对 我每时候抄在笔记本上 你这个太远古时代了 你买了多少档基金 然后每档基金 占你买的基金的总资产 总金额的比例是多少 一目了然 所以你就可以去思考 那如果说 比如说像我觉得 最近油价在 相对高档 可能明年状况 没有那么好的话 也许我就暂时先停利 分批停利 这也是一种做法 所以有这个页面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说 我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 这个投资理财的一些布局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APP也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你目前手上有的库存 境内的基金有多少 境外的比重有多少 这可以让大家 也是进一步去思考 我是不是未来 还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个配置 他帮你算好境内 就要帮你归纳好好 对对对对 那我们再来看 同时这个我最爱了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买了一档基金之后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了解 它的持股的状况 因为其实投资理财的讯息是万变的 市场唯一不变的 它就是万变好不好 那所以我们每个月都要做功课 你可以去看它的相关的持股的比重 比如说像去年开始 跌得比较重的就是新科技 或者是电商股 所以当你买了这档基金之后 你时时刻刻做功课之后 如果你发现 它的新创公司比重太高了 那如果你又是单笔买进的话 那我就会建议你 适时的停损停利 那当然如果说跌升了 你要去看它的持股比重 你觉得这个跌升 我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机会 那当然定期定额持续是扣款不中断 但单笔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加码 那当然这个功能也很棒 这个功能就是 我自己都很喜欢用的 就是同样类型的基金 我们把它做个比较 这个APP的功能 可以把近三个月 近六个月 这一年的走势图 很清楚地秀出来 那因为其实基金 也有所谓的一个走势图 跟股票的走势图一样 我们多做功课的话 我们自己就会很有feel 就是我们同类型的基金 在比重上面 我是不是要有一些加码 减码都是很好的参考 它会帮你比较好好 现在我们都在那个网络当中 这个到处去找 然后自己在那边比来比去 它整个APP当中 全部帮你搞定 对 整个APP就是有基金的部分 有股票的部分 有银行的部分 我们刚刚看基金的部分 我们来看股票的部分 这个如果我们的投资朋友 就最爱了 对 不只是股票 包括ETF也都在这里 所以你就透过这个APP 点显进去我的资产 到证券资产这个部分 那就可以看到 你到底买了哪些ETF 买了哪些股票 一样完全的一目了然很清楚 对 那更不要说像我自己 因为人情关系 我开了好几个证券的户头 那有时候我们会比较不清楚说 到底我这个户头 还剩多少钱 然后到底我这个户头 大家各自买了什么股票 对 是有钱人的烦恼 我们不懂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才几个户头了 但是你到处开户 它会帮你通通放到 同样的你的APP里面 对对对 献哥才是大户 所以如果你好几本的 这个证券户的话 透过APP很清楚 原来你有好几个证券的户头 那每个户头 你买了什么股票 它现在的库存 它现在剩下余额多少 免得你买太多 违约交跟很麻烦 真的 这很方便 不然你现在要下载好几个 各个家银行的证券 然后每一个点进去看半天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接下来这个功能也很不错 那当然就是 因为帮大家做了整合 你所有的这么多的户头里头 你目前的 不管是三个月或者是一个月 你的证券股票的资产 有没有成长 那当然没有成长的话 这好残酷 我最近不敢看 就要想一下我可能每天 就要看治愈的节目 好好学习 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证券的部分 对 然后银行余额也在里面 这个这是一定要 要给他推荐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说证券 我们可能开了好几本证券户头 对 银行本子 银行户头更是 像我一直 他连所有银行都可以进来 没错 现在是已经跟国内14家银行做合作 那未来当然 势力范围会更大了 因为还在洽谈当中 那这个功能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在 我们现在一般上班族 低薪状况都是不停跳槽 才会升官加薪 对不对 你每家公司开一个 你会好多 所以你极有可能有十本新转户 那你的户头实在太多 很难管理 所以透过这个APP 你就可以知道 你所有的银行的户头 到底还有多少钱 它目前的一个资金的状况等等 一目了然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很棒的 就是说 包括说 你有没有转账 转任的金额 转任的交易 以及有没有固定给你老婆 固定给你爸爸妈妈 零用钱等等 这个都可以有很清楚的明细 所有的一些你的交易明细 也会通通整合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真的很方便的一个APP 那当然就说 如果说我们投资股票的话 我们就很在乎的就是 我们的鼓励 然后鼓励政策 配发的一个情况 还有股东会的纪念品 要记得去领 所以APP也会提醒你 那包括就是刚提到的 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它都会提醒你 那甚至我觉得这个APP 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功能是 当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很想行使股东的 一个权力投票 对不对 对 可是有些人觉得 我不敢去现场投票 那透过这个APP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相关功能 我也可以行使我的股东权利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APP它整合了很多的一个功能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多加利用 毕竟是免费的APP 对 非常谢谢燕丽姐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个吉保一手掌握 这样的一个APP 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解决了大家 你这个银行账户非常多 你的证券账户非常多 你基金公司买了一大堆的 全部都整合到了 这个手机当中的一个APP里面 让大家在未来投资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方便 也是理财神器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